全国两会议结束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孙建舍 就从北京直接赶到了高碑店 技术员们期待已久的樱桃种植课开奖了 俗话说樱桃好吃树难栽 在制图现代化农业园区里 两千颗十余个优质新品种的樱桃树苗 正在设施大棚内准备栽种 每个环节孙建舍都会亲自把关亲自指导 如何让老把市变身新农人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政府工作冒告里提出的发展新制生产力 成为孙建舍关注的焦点 参会期间写得满满当当的笔记 和农业行业代表委员们交流的心得 再加上几十年在科技新农营县的积累 回到工作岗位后 他有很多话想和园区工作人员说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让我们的农民有这样的一个机遇 选择了一些特色的种植 让农民的钱袋鼓起来 同样这样的一些产业 它是一个传统的 它仍然需要我们的心智生产力 富能和加持 让它走得更快 要把我们的一些想法要落地 要把我们掌握的一些新技术 新成果 尽快地要应用到时间当中去 带领更多的农民走向富裕 孙建舍说 接下来回到河北农大 也会和同事们分享两会收获 同时把这次大会上 和很多农业同行 农民代表交流的心得 和学当的经验 应用到实际中 孙建舍 兄弟怎么样 过国 好不好 好 保护国了